所謂陰陽門 就是說 在風水上來講 行程的條件就是 不能走的門 對 就是不能走 你看到門行 但是它可能它封了單一邊 所以從另外一邊看 它可能就像一片牆一樣 那這個時候就變成 我這邊看是門 是可以走的門 可是你那邊看 它卻是不能夠走的牆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就變成說 那它不是給人走 是給誰走 好兄弟 陰陽界的通道 是不是有傳說 那邊有人上吊 對 OK 可是老師它那個梁 上面到處掛了繩子 然後掛很多掛鉤 那你也不知道是哪裡吊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因為以前那個房子 你把梁拆掉 是破壞它建築結構 對 那怎麼辦 這個會不會 它就永遠在那邊 其實因為當時你會發現 其實我一直在找 因為發現看它到底 是在哪一個梁上面 然後後來 當然就像有一次 我們去的時候 發現有一支梁 大梁突然被卸下來 對... 所有都沒有 就一直卸下來 對 那個就是因為它上吊 是那一支梁 太恐怖 幹嘛吹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比較恐怖 基本上就是 如果它沒有卸下來的話 那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靈魂 有可能一直在這裡頭 沒有辦法被超渡走